気雉狩 嗨 我是寶可夢 現在的時間是3月11號的晚上10點 那在今天中午有發生一件蠻大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忽然間在粉絲團開了一個直播 那事實上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開直播是一個非常應該要值得慶祝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非常草率的做了這個決定就直接開直播了 短短10分鐘的直播裡面大概只有12個人在看 就一個實播實況主來講的話這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成績 但對我來說我無所謂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中午呢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我把對大家的承諾我已經兌現了 也就是 登登 就是這個觀眾票選活動的白皮書 今天總共做了10家銀行的白皮書都已經復服 對這個部分其實是真的非常的艱巨的一個任務 因為其實就以一個人的力量來說的話 你要完成一個幾乎是一整個團隊在做的事情 包括你從12月1月份的投票活動 再來1月份到2月份的影片整個後製的拍攝 2月份到3月份的整個就是所有的文字 把它寫成一個完整的報告書 其實都不應該是一個人完成的 這應該是要有一個團隊來專門來執行 這樣子效率比較好啦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其實我除了上班以外 我花了多少的時間基本上週末也都沒有在休息 就是每日每夜在趕這個東西 對於我來說 我的心裡面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大石頭 比如說你對家人的責任 或者是你對你自己的退縮計畫 那現在又多了一個就是我對粉絲的承諾 那當初我在辦這個觀眾票選活動的時候 我就有在文章裡面跟大家講說 我一定會把大家的意見就是整理起來 最後把它傳遞給銀行 包括就是我這邊所有的網友的意見部分 我全部都把它整理好了 而且是用簡單易讀的方式 然後讓銀行去了解說 這就是我們這邊網路上的鄉民主在想的事情 其實它真的不簡單啦 因為這種吃一步的好好的事情 到底誰想要去做啊 那我的話基本上就是因為一股腦的熱情 我覺得我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應該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去做這件事情了 我上禮拜有寫一篇文章 就是評論到說 為什麼我要成為一個YouTuber 說真的大家都知道嗎 其實台灣的信用卡市場就這麼小 那尤其是專職在寫信用卡的部落客 其實也不多啦 像胡馬大大他經營了7到8年的時間 但是他都還沒有辦法靠這個工作來養活自己 所以我應該要轉一個方向 也許就會有新的不同的可能性 那也就是成了一個YouTuber 在影片裡面跟大家分享我的所知所學 那再來第二點的話就是說 一開始其實我只是一個網路上的小小的鄉民 就只是我想要A銀行的好看 A銀行的優惠 久而久之在網路上分享 那經營粉絲業之後發現說 欸其實粉絲 大家對我的互動跟回饋其實也蠻好玩的齁 那這方面你就慢慢的累積 慢慢的累積 其實你是我的成就感 第三點 也就是跟銀行互動的部分呢 辦這個活動 一方面除了自爽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跟粉絲有互動 那最後就是說 希望能夠把這個結果 能夠呈現給銀行 一方面是我準備的另外一個敲門磚 再來就是說 也許大家的意見 說不定哪一天會被銀行採納 那麼這就是改變的力量 能夠改變台灣的金融環境 向善 向更美好的方向走 這不是也是美式一裝嗎 雖然說我的理想有點太過於崇高了 但事實上我覺得 這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你想想看 我可以在三天裡面 把七支影片做出來 我可以在一個月內裡面 把所有的報告書都趕出來 我覺得我自己 不是一個天資聰穎的人啊 所以很多時候 我都是土法令到 去把東西做出來的 比如說這次的報告也是一樣齁 我就是每天做一點 每天做一點 然後就是把這些東西 硬幹就把它幹出來了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更聰明的方法 可以去完滿的 把這些事情給解決 在螢幕前面的你 一定都是比我還要聰明的人 所以說像我這樣 資質濃度的人 都可以把這些事情做完了 我相信你們一定也可以做到 我想大家一定還是很好奇說 這裡面到底是有什麼好看 像這一本的話是 我明天即將寄出去 給不太宿華銀行的 那這裡面一開始的話就是 有一個目錄 有我個人的介紹 因為我派銀行不認識我啦 還是要就是毛稅子撿一下 這個活動設計的原因喔 我有特別說明喔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次的受眾資料 因為大家在填文券的時候 裡面都還有寫說 你的性別是男生還是女生 然後你的年齡啊 你的年收入什麼的 再來就是 欸第一題 我們的最美麗的信用卡 對 有就是所有的卡片排名的部分 再來就是這裡面呢 也有排名第五名 第四名 第三名 第二名 第一名 所有的相關的訊息號 我們都有把它寫在裡面 那就是說 讓銀行可以有一個仔細的對比 到底哪些卡片是對受消費者信賴的 那這些資訊 不見得是對我們消費者有益啦 但是我覺得銀行 他在做下一張卡片的規劃 跟策略分析的時候 其實是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至少 他會知道說 消費者喜歡的是哪一種卡片 消費者討厭的是哪一種卡片 那也許 改變 就在這中間就會發生 最後就是我有一個結論的部分 跟銀行分析說 這一整個活動 最後怎樣 當然他在網路上做問卷可能很簡單 但是事實上 我把它印出來之後 他今天是漏一漏等耶 大概有二十頁的篇幅 所以你就知道 光是我在問題設計上面 其實也下了不少苦心 就是努力的去找這些照片 所以這些東西我也都是完整的呈現在 這一次的檢案報告書裡面 讓銀行可以去參考 說我是怎麼問問題的 那最後大家回答的答案又是什麼 最後最後就是 每一間銀行都有不一樣的 觀眾想答的部分 以這本為例的話 就是國泰釋法的部分 所有的觀眾意見 我通通把它寫在上面了 我喜歡這間銀行的卡片 或是我討厭這間銀行的卡片 我全部都幫你列在上面去了 最後一個空的話 就是有一個活動預告 我今天中午在做直播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沒有看仔細 因為那剛好是一個鏡像 這個活動就是 我即將在7月推出的 觀眾票選活動 但是呢 我真的是覺得 我光是做這一次的 信用卡觀眾票選 我自己都快要累翻了 我不確定我7月份 到底還有沒有這樣的 精力還有人力跟資源去做 但是這個夢想 我會持續把它留在我的卡裡面 文青卡麵跟勞賭卡麵的大對決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有趣的議題 年輕人喜歡的卡麵 跟商務人士喜歡的卡麵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銀行他在制定他自己的消費族群的時候 就這方面下去做參考 所以這個問題我就覺得 非常的有趣 我自己也想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所以 我 可能會在7月進行這樣子的觀眾票選 我的能力所及 我一定是盡量把這個事情做到好 但是 因為我現在實在是 分身乏術了 有卡片來就要拍開箱影片 然後又要每天一直寫文章 我的粉絲頁也是每天要分享7到8天的訊息 我真的覺得這樣子我實在是沒辦法 如果您對這個議題非常有興趣的話 要不要考慮贊助寶可夢 我希望是以500或1000塊為單位 這樣子來進行募款的話 我比較容易可以達到一定的基數 然後 把這個活動推行出去 我可以把一些比較基礎的資料統計的工作 我可以分攤給別人去做 我覺得這樣子來說是會比較有效率的啦 那不然的話 我就是整個人從頭包到尾的話 基本上我連睡覺的時間都不夠了 其實也沒有辦法再去想一些更好玩 更有趣的東西來帶給大家 在我沒有辦法跟銀行拿到贊助金額之前 我覺得我們就靠我們自己吧 如果大家對這個活動有興趣的話 真的非常歡迎贊助寶可夢 那麼這個夢想 那麼這個計畫就一定會成真 我是認真的 真的也請大家多多的考慮一下 最後就是跟大家講說 我今天到底完成了哪十家銀行 第一個是國泰世華 看一下 台北富邦銀行 華啟銀行 匯豐 王道 扎膽 玉山 華南 中信 海星 這些銀行呢 我即將 我會在3月11號到3月16號的這個禮拜 我把它寄出去 那麼下一個階段的話就是把剩下的銀行 全部一次KO好了 對 所以我下個禮拜的時間也全部都排滿了 就是要把這些事情全部完全 這樣我信裡面的另外一顆大石頭就可以放下來了 我就可以專線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今天的消費 這一次十本的成本一共是 4162元 等於是一本的成本是416元 再加上就是 掛號的郵資 這個還蠻重的 可能要加個100塊吧我在想 一本書的成本大概就是500多 接近600塊 那35間銀行算下來的話 大概就是自己2萬跑掉了 如果大家認同寶可夢的理念跟理想的話 其實真的是可以考慮就是 多多從寶可夢今天辦卡啊 或者是開戶啊 那麼我拿到的這些回饋 我就是把它用來做在這些事情上面 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寶可夢吧 對啊 就是沒有你們我也活不下去這樣子 真的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告訴我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